金楼依金漆木雕得名 却凭金屋藏郊闻名于世 客厅地下有一阴景很是特别 因为此楼是藏书阁 书最怕火 五行学说水能磕火 相传当年慈禧的干女儿 法务大臣戴红慈的女儿戴佩琼 下嫁曾任兵部员外郎 苏培文的大曾孙苏伯宇 苏家大少苏伯宇将戴佩琼 安置在金楼之中半斗 叶叶有美人红秀天香 固有金屋藏郊的佳画 仔细欣赏这张拔布床 无论是其做工还是装饰 使人觉得其古朴中有典雅 魂厚中见灵气 真实具体地记录了那时富人的生活 习俗以及审美情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